好 總統立刻帶你來關心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現在是遭到了積壓禁見 現在民眾黨上下 全部都發起了挺科的活動 遍地開花 在全台都召開了客廳會或是宣講 而今天民眾黨的立委 黃國昌則是在板橋 辦了一個小型的客廳會 要來跟支持者交換意見 不過先前他也就是 在這個受訪的時候也談到 因為現在立法院開議了 不過他們是否會針對 這個總統府的預算來進行凍結 先前張祺凱是如此主張 不過也被質疑是不是師出無名 因此內部已經踩煞車 他有罪行回應 不該花的錢全部刪掉 做得不好的 該凍結就凍結 做得好就解凍 台灣民眾黨向來就是論事 外面這些政治操作 見縫插針 捕風捉影的事情 我真的再說一次 可以停止了 好 可以聽到黃國昌是強調 民眾黨他們就是救世論事 會為人民看守好荷包 不過其實接下來大家也很關心 藍白河在這個立法院的 這個進度會是如何 因為先前黃國昌是表示 看看能否跟國民黨來協調 不過這一次的這個傅昆棋是表示說 這次大概沒有辦法來禮讓了 而針對這件事情黃國昌則是表示 現在都是在議題上面的合作 何況雙方也沒有正式的來開會 似乎也埋下伏筆 而我們也會持續帶您掌握最新狀況 再把